星期字幕 李宗盛 好啦, 今次介紹牛媽筋 做法都很簡單 如果你家裡有高速煲的 就更加簡單 半個小時就完成了 如果沒有的,用明火炆的 就需要大約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視乎你們的程度 這次就做個比較完美的版本 我就不拿太多東西了 先把急凍牛馬筋 買了磅半 大約50元左右 回來做溶雪 用淡水浸一浸 浸15至20分鐘 洗乾淨 凍水落鑊出水 滾水計15分鐘 滾乾淨 很乾淨 大約這麼大塊 大約這麼大塊就可以了 兩隻手指 兩隻手指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磅乾淨 我們準備 要做些什麼呢 沒錯,高速煲的蛋 我們先放下 我們先放下 我們先用高速煲 這樣呢 其實可以放醬油醬 我這次就不放了 當沒有 這樣呢 就用蠔油 好 蠔油辣一點 放多一點也不要緊 放兩湯匙 大約 放一個 OK,兩個 紹興酒呢 就可以放多一點也不可以 紹興酒 放三湯匙 一、二、三 OK 好了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你可以喜歡 放些花椒 八角都可以的 其實我就不放了 試一下 原味一點 然後我們攪拌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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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攪拌 少許老抽或者生抽 半湯匙 半湯匙 我多放了 不要 不放 接著我們就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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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簡單 這就是牛筋 好了 接著呢 好了 接著呢 我們就需要放 100cc的水 水不用太多 如果明火 就回轉了 明火 一定要蓋過牛筋面 拌拌均勻 好 好 辣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現在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需要 調教 火力 這個火力 就應該是 肉類 肉類 我們就 20分鐘 接著呢 就 STAR 三十 一定要鎖 如果 都開不了 你放心 現在這些 爐子 好像很安全 不是說 你打開就打開 那如果 譬如你 還沒放棄 這個 它是 推不了 這個 鎖住了 好了 那現在呢 20分鐘之後 再回來見一見 好了 那麼 四個夕後 20分鐘 那現在 看看 燜成怎樣 先 開門下鍋 哇 好香 那 想給大家看 其實呢 已經是 軟了 我用了多久呢 20分鐘 好了 那這個牛羹呢 基本上 已經完成了 讓大家看看 哇 好難搭 好軟 已經軟了 嘩 嘩 還好重膠質 看著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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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軟了 那其實 基本上 這一道菜 配合高速煲 20分鐘 連洗完整 一個小時 都不需要 那你說 還有 煤氣費 都省了很多 那其實這個 鍋呢 雖然 是 貴了一點 沒有辦法 買一隻 漂亮一點的鍋 還有 我 要6公升 所以 真的 買個大一點的 今次 就已經 完成了 又一次完成了 好 多謝各位 收看 拜拜 然後 還好 看看 我們 還好 開 巨頭